好 悠悠 是 這張照片把我嚇死了 對 我們節目曾經介紹過熊山飛彈 可是剛剛講的那時候是因為 不幸的打到了一艘雨船 而且不幸的打到了一艘雨船以後 造成船長的一個死亡 可是這次公布漁士 他居然可以在四五百公里外 遠程打擊 可以打得非常精準 而且 他的破壞力 竟然這麼大 對 我們剛才講的 那時候熊山誤打那個漁船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他沒有爆炸 他是直接穿越那個漁船 穿透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想說 這太厲害了 因為他可以去研判這個機體到底在哪裡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我們廚藝的一個艦艇 這個艦艇有沒有穿透 一樣穿透 這個照片呢 其實有兩個目的 你看一下 這個 他是直接穿透 然後第二個 穿過去了 對 直接穿過去了 你這種艦艇 你既然 你這種外面蒙屏是非常厚 你穿越第一個 竟然還可以穿越第二個 這表示說呢 他是非常有這個續航力 然後整個 穿透力很強 穿透力很強 再來的話 這個彈 我們要看的是彈孔 這彈孔在哪裡 上面下面 下面這個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吃水線 剛好就是人站的地方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的飛行 跟一般的飛行不一樣 貼水飛行 他是怎麼樣上去的 他是上去之後 是地面 海面上面 一路貼著 所以呢 他是貼得非常非常緊的 如果你在往下面 不可能 因為下面是海嘛 可是他能夠站的地方 就代表是他在水平面 剛剛好 整個 直接命中 所以 導播我們再看 原來這張照片 有非常多的選機 對 如果講到 我如果從高空間 應該是直接打下來 你就不可能穿透 對 可是 我剛剛講的 這是水線 我是貼水飛行 貼水飛行之後 我還可以平行的 如果我不是平行的 我應該是打到天花板 或是打到地下 平行飛行 如果我可以這樣子 貼海飛行的話 你是抓不到 打不住的 沒錯 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上去 然後像開罐頭一樣 砸下來的話 你會面對到 很多很多的雷達偵測 你會往上 你就可以被打掉 那你這個東西 如果是貼水飛行的話 他們的雷達是少不到的 所以呢 你才可以這樣子 慢慢慢慢靠近 然後畫面出來了的話 我們這很可怕 竟然直接中彈 這就是熊塵飛彈 這就是熊塵飛彈 炸的狀況 對 然後呢 它可以貼水飛行之後呢 直接水平面的一個命中 命中之後呢 還可以穿到另外一邊的甲板 所以呢 這一次讓大家驚豔的是 熊塵飛彈也太厲害了吧 另外來說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它這距離拉得非常遠 250海里 250海里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將近是463公里遠 463公里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當初烏克蘭 那時候一直想跟英國 要暴風之影 暴風之影分成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上 國內用的 就是500公里 另外來講 他們提供給烏克蘭是250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給烏克蘭的這個外交版本 我們已經突破了 而且我們的距離是到達 463公里 是接近他們自己國內用的 更可怕的是我們飛得這麼遠 還這麼精準 還這麼貼海飛行 所以這次熊山把這影片公布出來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這真的是太有威力了 好 那我們這邊講 我就說 當時是一個在左營的海軍不小心按了按鈕 讓這個熊山飛彈飛出去 熊山飛出去以後 它就給你簡單的錯標 知道當時熊山飛彈可怕在哪裡 它到了這個海域以後 它會自動尋標 它會尋找這邊最大最有攻擊目標的這個船隻 所以很不幸的 攻擊到了那艘漁船 造成了一個人的死亡 可是當時來講的漁船很薄啊 漁船的那個殼很薄啊 所以你就算打到了漁船 你的戰鬥力 你的破壞力 你也不見得可以展現出來啊 可是現在沒有 現在是一個實打實的軍艦 是一個鋼板 是直接的夾板 直接穿透的 對 在那一次事情發生之後呢 其實包括以色列 都跟台灣這邊來講 可不可以買熊山飛彈 可不可以拿到更多熊山的資料 但是從那一次事情之後呢 因為社會上面有一些聲音 所以熊山飛彈變得越來越神秘 但是經過幾年之後呢 在公佈這個畫面出來之後呢 已經讓大家知道 熊山飛彈 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能量 而且我們剛剛講 我們不是只有試射熊山飛彈 我們的熊山飛彈 我們的熊二飛彈 我們的魚叉飛彈 如果照這樣子一個切入的計畫 全部都可以貼海飛行 對 魚叉在這邊 但是呢 魚叉飛彈它造成的破壞傷口 是比較小的 然後呢 它打到的高度比較高 代表什麼意思 它貼海飛行會稍微高一點 熊二飛彈呢 也是 但是呢 它的面積沒那麼大 但熊山呢 又貼海 又面積又大 所以呢 它的實力是非常強 那最後這一次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們有搭配這個陀螺椅 讓它保持它的穩定性 你說呢 飛了打出去之後 當然都很威力很強嘛 但是你要飛了400公里之後 460公里之後呢 你還可以保持完整的一個穩定 而且貼海 對 穩定的平行砸下去 那這是非常難的一個技術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美國後來賣給我們這個 所謂的雷射陀螺椅 甚至還賣給我們這個 所謂的固體燃料 現在就是因為美國賣給我們這個 雷射陀螺椅之後 我們在遠距離的攻擊 就可以變得非常精準了 對 然後這一次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是說呢 以前我們都要給 從基地來發射這個地方 那如果基地被對方給鎖定了怎麼辦 但是熊山現在來講 都不一定要從基地 我們用大貨車 大卡車拉出去就好了 打帶跑 對 打帶跑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可以公佈了一個縮時的畫面 他們出去之後呢 要把這個飛彈車架起來 非常的快 不用幾個小時定位 打擊非常的精準 一條龍 直接這個車子出去之後呢 找到方向直接打 所以打這個把船的 我不是一個固定的這個發射點 我是等於說這個大貨車 我是個飛彈車 載著我 載著我的以後 我找到了一個點 找到了一點後 馬上鎖定目標 鎖定目標以後 我的飛彈架起來 發射就跑了 對 如果在暫時的話 我們甚至不用把前面的時間 算進去 為什麼 在暫時的時候 可能全台灣的沿海 都會佈置這種飛彈車 所以有需要就來打擊 那麼這一次除了熊3之外呢 熊2飛彈也亮相了 那熊2飛彈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它對比到了 烏克蘭的海王星飛彈 把莫斯科號 打掉的海王星 莫斯科號打掉的海王星 跟我們的熊3飛彈 熊2 熊2飛彈 是類似規格 對 當初呢 這黑海艦隊的王牌 莫斯科號被打掉 被打掉之後呢 其實俄羅斯就想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去外面拿了暴風之影 還是去跟德國拿了什麼的巡翼飛彈 不然怎麼會打掉 我們這個黑海艦隊的頭牌的船艦呢 後來一看呢 竟然是海王星號 那麼海王星號呢 其實它的一個載彈的一個 載火藥的一個重量 還有它整體的來講 其實都跟熊2飛彈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是熊2飛彈打到靶船的位置 對 好打得也是精準也是漂亮 可是呢 要跟海王星比 它還有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在這個裡面 它公佈的影片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畫面 為什麼會有衛星的畫面 你打就打嘛 為什麼會有衛星的畫面 當初海王星 為什麼可以打掉他們的莫斯科號 那就是因為 坐標給你了 對 他們有一個坐標 他們無人機過去之後鎖定坐標 然後這個坐標誰給的 美國給的 給了坐標之後呢 這個海王星飛彈 就可以精準的打擊到莫斯科號 那麼現在熊2飛彈 在它的影片裡面 竟然也有衛星 也有衛星定位 代表說呢 只要你給我衛星的一個訊號 只要我們有無人機 可以先到對方去 把衛星 把它的坐標位置給mark住之後呢 我們的熊2飛彈 一樣可以像海王星飛彈一樣 打掉對方的一個艦艇 好 導播我們看 這個就是熊2飛彈的一些租源 租源剛剛講的 它發動機段 發動進擊口 這樣有沒有 關鍵是什麼 我前面有兩個關鍵 一個是我有紅外線的巡標器 第二個我有雷達巡標器 我有兩個巡標器的時候 我飛到千里之外 我就可以精準打擊目標 對 這是非常神奇的 然後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 當初海王星怎麼打到莫斯科的 它有一艘 它有一個這個無人機 無人機先飛過去 把定位給定好了之後呢 它才可以直接 按照坐標過去精準打擊 那麼過去大家在想說 我們台灣也能不能做到 在這一次一樣 給大家來看一下 一樣是可以 因為當時我說 我不是只要打到莫斯科號 對 我要打到莫斯科號 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是彈藥庫的位置 對 這也是整個你那個所在 比如說炮管 炮管的第六個 底下都是彈藥庫 我不但是要打到這個所謂莫斯科號 我要打到這個位置 我要讓你 自體引爆 沒錯 這就是精準中的精準 在這一次裡面的話 中科院把他的騰雲無人機 也拿出來秀給大家看了 騰雲無人機 就很像美國版的無人機一樣 他們來講 這個東西他自己 非常大一支啊 飛上去之後呢 誰來操作 我們的戰鬥人員呢 就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甚至像打電動一樣 簡單來講 這個就是騰雲無人機 然後呢 我們的操作人員 就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就開始來操作 然後呢 第一視角可以開始來找尋 他可以把所有看到的東西 一層一層幫你分析出來 告訴大家說 你第一層是甲板 第二層會不會有帶彈藥 如果我們把它分析出來之後呢 mark住之後呢 我要打哪裡 對 熊哥飛彈才可以從貼海飛行之後呢 打到第幾個甲板 才可以把他給精準打的打掉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他還有公佈一個 進 戰術的進程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呢 更厲害 他可以分析 他先拍照 分一層一層分析說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基地 還是這個是有危險的 接著之後呢 他更厲害的是 他已經他可以自己帶彈 他可以自己帶彈 我不用我不用 我不用把這個坐標回傳 如果說這個東西 他經過他的分析 對是可以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把他給打下去 對 我剛剛講的 我是海上的船艦 我現在可以針對 陸上行走的車輛 針對陸上行走的車輛 這台車在跑對不對 在跑的時候 我可以鎖住你 鎖住你以後 我才空中 我可以丟炸彈 對可以直接炸到 然後呢 我們另外來講的話 這次烏二戰爭裡面 彈簧刀無人機 是不是很搶劫的風頭 台灣也有 跟他一樣 直接彈射出去 那麼彈射出去之後 我們看一下 他有個第一人車 第一人車的一個角度 他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自己不停的判讀 比如說我可以看到是人 人對我們的威脅不大 汽車的威脅可能是比較大 因為汽車有可能是載彈的一個發射系統 所以他飛出去之後呢 他不停的來回傳系統 像這個 他告訴 最後告訴大家說 CAR 什麼意思 這是來CAR 他可以去把它標示出來 這個是human 這是CAR 然後呢 是第幾台 第幾台的一個汽車 然後這個汽車 他可以辨識 對 他可以辨識有沒有載彈的一個功能 所以他最後決定了 飛出去 就是飛出去 最後決定說 好 哪一個對我威脅最大 我就直接往那個地方 精準一個 砰 就打下去 精準打擊 如果他可以加上AI功能的話 他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對 他可以自己決定 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像這個畫面 他就是一直在一個試算 然後呢 不停的演算說 這一台應該是比較嚴重的 砰 就可以像是自殺無人機一樣 可以直接把它命中目標 而且今天也非常難得的 展示了萬箭彈 剛剛講的 萬箭彈其實就是我們的極速彈 這個極速彈 他有點是被禁止的 可是我們還是錯了 錯了以後 他說 這個極速彈 只要出去之後 會對對方的這個所謂的跑道 對對方的所謂的彈藥庫 造成了致命的傷害 好 我們在烏二戰場也看到了極速彈 它一個可怕的影響力 好 過去來說的話 極速彈主要攻擊哪邊 主要攻擊它的戰備跑道 但這個畫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不只是癱瘓你的跑道 不只是說把跑道弄得坑坑巴巴巴而已 我們這次公佈了這個萬箭彈裡面 它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功能 怎麼樣 這個跑道上面過去來講 只是在外面打掉 然後讓你的戰鬥機不能飛行 我們這次是直接挖地 我們的萬箭彈是直接進去之後呢 散開 從下面往上炸開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我們不只是破壞跑道的表面 因為你破壞跑道的表面 其實很快的 駁油就可以把它鋪平 你看說兩個小時就可以用快 對 但這次我們是往下挖之後呢 再往上炸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它挖地的 而且不只是主要的彈頭有這個功能 它有專地彈的功能 對 它在所有的萬箭彈裡面 它所有的火藥的一個 火炮的彈藥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公布出來之後呢 大家也知道說呢 其實我們現在這些火炮的一個進程 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所以我們今天不做不做 把所有事情壓箱頂拿出來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把這些包括熊二熊三 還有萬箭彈一次公布 但是呢 其實它就是有點對比說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確實包括對方的航母 包括對方的戰備跑道 我們都有機會 都有能力 而且可以快速瓦解 而且我們今天講的 這一次公布就透過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什麼武器展示的機會 空中飛的 水上的 路上的 而且還有一個 我現在連魚雷都有了 對 我們水下的魚雷 也是經過不停不停的研發 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能夠做的就是 最基礎的我們在水下 然後找尋目標 但這一次一樣出去之後呢 它會張開眼睛自己找 所以等於說天上飛了 海面上 天海飛機在海底下 我們一次都展現出來 好 國平 剛才講的 這個我今天看了以後 我演技都一亮 因為我們以前曾經 介紹過熊山飛彈 當時就是一個不 士官 士官不小心按了按鈕 而且按鈕上面已經有了坐標 所以它就飛到200多公里外 飛到200多公里外不幸 它當時有尋標 找了附近最大的漁船 然後就把它打到了 打到的是打到船長寺 造成了船長的死亡 這當然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可是當時想說 熊山居然可以飛這麼遠 你居然可以精準地到達 你要到的地方 不但到底要到的地方 你還可以尋標 連漁船這麼小的目標 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可是當時本來認為說 漁船很小啊 漁船很容易破壞 可是今天 這種戰艦的破壞真的很難嗎 而且我這個熊山飛彈 進去了以後 是直接的穿透 那我不但直接穿透 現在熊山飛彈 真的可以打得又遠又準嗎 事實上是沒錯 我們看這個所謂的靶船 它是一個運輸券 基本上講 裡面是空的 那我們想像一個畫面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命中的是 對方的 比如說航艦的話 航艦裡面有什麼 有機庫 有彈藥庫 那一旦命中的話 基本上講 那就不得了了 它可能會訓爆 所以其實這個只是空船 因為空船的話 其實你會打出一個洞 但是如果說暫時 暫時你打那個航艦 航艦裡面有很多格差嗎 有飛機庫 有彈藥庫 還有燃料庫 就是它打進去之後 穿透之後 會訓爆 反正我給你看說 原來熊山就有這麼大的威力 那另外一面的話 說真的沒關係 就大家去想像 這個是OK的 這個是OK的 那我們看到說 那張照片很有趣說 這一張照片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我們在監控 山東號的一張照片出來 是誰 是我們的基隆艦 那你說我們的基隆艦上面 就有熊山飛彈 那如果我們的基隆艦有熊山飛彈的話 我們是隨時可以發射熊山飛彈 然後 騎乘 山東號嗎 對 那其實國防部也很故意說 其實你山東艦不是說最新的航艦嗎 那其實我們基隆級軍艦也是 頓位第一大的作戰艦艇嗎 那你用第一艦 我們也用第一艦去監控 這表示說它有宣傳意義 那第一個說 其實我們應該說兩艘軍艦艦共同框的畫面說 第一個 我隨時能夠監控 那除了水面艦之外 其實岸上 我們剛才討論過 岸上也有機動飛彈發射車嗎 再加上如果說暫時得到美國的衛星資源 說真的 你要打哪裡就打哪裡 它的用意是這樣子的 那另外就是 我們對於這個飛彈的整個興趣是因為在俄乎戰爭裡面 用兩個海王星的飛彈 而且兩個海王星是在不同的地點 同時攻擊當時黑海艦隊的這個所謂的旗艦 莫斯科號 居然兩個飛彈就把莫斯科號給集成了 但為什麼可以集成是因為 我剛好就精準打擊 等於說是第六個什麼炮管的後面 底下剛好就是它的彈藥庫 我就這麼精準的打到彈藥庫 才讓整個莫斯科號引爆 我們也可以打這麼準嗎 我不但是要打到你這招戰艦 連這招戰艦的哪個位置 我們都可以精準命中嗎 對 因為基本上來講 不管是三中艦或是說055大區 其實相關的艦點設計 只要你一出來 其實我們都有專家說 其實可以解構說 哪個地方哪個艦艦艦 比如說01甲板 02甲板 它的藏著什麼是 它放的是彈藥庫 燃藥庫 其實飛彈現在都很聰明 不要忘記我們晶片很聰明 晶片它可以記憶 它可以記憶說 這�艦軍艦長得什麼樣子 甚至它找不到目標的時候 它會去搜索面積最大的一些軍艦 如果說這艘的樣子 長得不像三中艦 它就不打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飛彈 除了我們叫雙導引模式 不管是紅彈線或雷達導引 它現在還有圖像記憶 圖像記憶 圖像記憶說透過晶片的智慧 透過晶片的結晶 然後讓飛彈去記憶說 原來三中艦長得是這樣子 遼寧艦長得大概是這樣子 它還可以記憶 因為其實萬一發射出去的飛彈 不夠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選擇最大的目標 那最有價值的目標 當然就是中國的航艦 或是說055大驅這種大型的 大型的軍艦 或是說他們的075這種 所謂兩棲登陸 登陸船團 像先把它這種所謂 大型軍艦打掉的話 其實對我們會降低很多 那現階段的反擊飛彈 都這麼聰明 另外就是這一張照片 剛剛玉峰特別介紹的是 你從它攻擊的目標 切入的一個角度 它非常清楚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的 國防部試作上面 貼海飛行 我們知道飛彈貼海飛行是非常困難 因為海面上面的氣流 是非常擾動的 是非常複雜的 我竟然 欸 看到沒有 我開始貼這海飛行 貼海飛行有什麼好處是 你讓這個船艦防不勝防 對 其實我們都以為說 貼海飛行很簡單 其實不簡單 因為其實海面上會有波浪嘛 其實飛彈打出去的時候 它其實下面還有高度距離 它會隨時測量 我想說這個飛彈離海面上有多 多近 那如果說扣得太近的話 其實你飛彈還沒有飛到 飛彈就摘下去了 所以其實用高度計來計算說 這個飛彈跟海浪的高度 因為其實海浪會波動 所以其實你不要看說 一枚飛彈打出去 那飛彈射程 射速很快 很快的話 其實你還要維持高度距離 這個都是科研單位 就是我們中科研 非常努力的捷徑 那當然陀融雲 那個不算 就精準度 光是高度計 對 就是說側高 就是說你打出去的時候 波浪會有高高低低嘛 所以其實你不能說 維持一定的高度 比如說離 原本說離海平面兩公尺 不是 你要隨時跟動的 因為海面上會波動嘛 所以你不能說 打出去之後 從發射地到命中地 還沒有打到你就沉入海底 這個是不行的 好的 另外就是 你也把我們帶來說 這一次的國防展裡面 不是只有說我們公佈了 熊二飛彈 熊三飛彈 魚沙飛彈 魚雷這些攻擊目標 我們還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公佈 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雲包假車是我們八輪假車 是國人自製的一個假車代表 那現在沒有 居然出現四輪假車 四輪假車說真的 它的公益水準的話說真的 我們要有一定的程度 就是我們軍備局很努力 2019場也很努力 那其實我們看到說 這個假車的構型 就有點像現在化 現代化陸軍假車的樣子 你看它上面 雖然說只能搭載四個人 但是它上面那個叫機炮機槍 這個叫遙控武器站 如果說必要的話 它可以設置遙控武器 那更有趣的是後面它有個圍桿 就是圍桿 對 伸縮圍桿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暫時呢 它可以上面伸縮圍桿之後 它可以升級雷達或各種偵測器 所以其實光是一輛假車 它就有這麼威力 它就可以當作偵察兵 它必要的時候 你看它的智慧武器 說真的也超越我們現代化的假車很多 所以其實這個才是我們陸軍 目前未來應該朝向的方向 努力的前進就是這樣子 對 以前我也曾帶一般 帶一般過偵察派 我們偵察派 我們偵察派前面就是 我們叫刀車 前面有個東西是擋那個線的 上面就有一個武林機槍 那個人在上面超級危險 每次死都死我們 對 沒錯 現在現代化的 我們叫假車的發展 上面就是叫所謂的遙控武器 就RW 就是說基本上人可以坐在裡面操控 但是它的攝影相機 或是說光學的偵測器都很發展 就人類 士兵在裡面操控 它就可以遇敵了 那另外就是這一次 你說還有一個非常值得觀察就是 我們的無人機 而且我們的無人機底下 真的可以丟炸彈 對 沒有錯 其實這個我們是特別近派 就是最近的台北航載展 我看到 原來我們的劍翔無人機 就是下面那一張 它居然 它是後面居然是用 汗馬車做什麼的 它上面 對 就是把這個 劍翔無人機 對 劍翔無人機 可以放在汗馬車上面 然後裡面塞多少 塞三枚 三枚就是說 這個劍翔打出去之後 它自動彈力會彈開 就變成劍翔無人機 所以其實 說真的我們這種科學也很努力 就航科所很努力說 我們把這個無人機給精進化 好 另外就是 我們現在媒體有一個獨家是 原來我們不是只有 熊二熊三飛掉 我們現在熊三還有什麼 熊航 熊準 而且試了20次 全部都完整的命中 完整命中 你說這個東西很妙 第一個是我不但真誠 我的速度不但變快了 我打得更準了 這個後面有美國的影子 對 因為我們大家之前熊三飛掉 誤射的時候打到一個漁船 我們都覺得熊三飛掉很厲害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看完整個媒體的獨家 完全不同的世代 我們現在熊風系列飛彈 已經跟美國的技術是對接的 這才是真的令得害... 跟美國對接 對 這才是讓中國會害怕 跟擔心的地方 現在狀況是這樣 因為終於完全解密了 熊三飛彈系列現在其實是變成三個 一個叫做熊航 熊準跟熊智 這三種飛彈 第一個先講熊航 熊準 先講結論 結論熊航可以射2000公里 熊準可以射800公里 這兩個飛彈 四射24全部命中 所以這東西就變成是說 你不要跟我羅倫巴說什麼 百分之百 對 能不能打嗎 拉出來六六就知道 先講結論嘛 四射24全部命中 所以你要知道 中國軍艦如果敢開到台灣海峽的話 要打真的太簡單了 熊航是什麼 它射程是2000公里對不對 它現在被國軍定調尾 叫做進擊音速反艦飛彈 它是這樣子 它打出去的時候 會在大氣層平流程這邊 去做所謂的巡航 然後它會到你的上空 就是目標傳線上空的時候 忽然由上而下的往下加速 加速過程的時候 它說速度會接近極速 就4.5馬赫 它說目前來說 所有敵人的雷達攔道 只有30秒你可以逃 你30秒逃不掉你就沒有了 所以你只有30秒的反應時間 而且他說幾乎美國評估了 所有的反艦飛彈打下去 所有防空手 打不到就打不到 這個熊航飛彈是可以穿透 所有反艦系統的 唯一有可能把它打成下來 是什麼東西 在平流程飛的時候 有可能把它擊落 可是這個擊落過程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覺得想 它這樣有變軌的功能 變軌 對它的平流程可以變軌功能 他說這個熊航飛彈在大氣 在平流程中 可以隨時接受無人機船艦 或地上指揮部的指令 往另外一個方向去走 去做變軌 這個很難嗎 當然很難了 因為你在平流程的時候 某種程度 你有很大的慣性 對 你往前跑是利用它的空氣力學 所以你要在這個時候 脫離空氣力學的時候 就是我等一下要講 它的吞進系統是完全不同的 吞進系統 所以呢 因為它會變軌的原因 所以變成是說 就算中國偵測到 它預測我們可能要打A目標 最後可能打的是B目標 當B目標發現 我才是被攻擊者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30秒時間 你可以逃跑啦 逃不了你就完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熊準飛彈 800公里的射程 雖然沒有熊準 可是它的隱蔽性更強 它被定調為像是 超音速的巡弋反擊飛彈 什麼意思呢 它打出於烈海飛行 我們常常看到美國AGM-158C系列的飛彈 都是掠海飛行對不對 可是掠海飛行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在掠海飛行的過程中 你的飛彈會受到海浪的影響 以及海坡的影響 所以你的巡標器 很容易失誤啦 掠海飛行就這樣 可是不好意思 這個巡標器 老美也給我們了 所以熊航跟熊準 分別具備不同的功能 最後叫做熊制 熊制它是幹嘛呢 把雄風飛彈體積縮小 讓我們可以放在哪裡 IDF上面 所以這是熊制 所以熊航 熊準 熊制 這三大飛彈 讓台灣的雄風飛彈 脫胎換骨 那很多人會問 老美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技術 讓我們有辦法發展呢 第一個超音速巡航技術 第二個主動雷達巡標技術 第三個推進系統 第四個彈頭引炮 推進系統跟超音速巡航是一起的 我就不特別講 可是主動雷達巡標 它有個非常大的關鍵 讓我們突破什麼 電子干擾 因為中國的船艦 他也知道會被打 被打的時候他也知道 現在主流就是主動雷達巡標 所以他們會發出干擾訊號 讓這雷達巡標技失常 可是呢 不好意思 現在這個主動干擾的系統 我們有 老美給我們的 另外一個彈頭引爆 什麼叫彈頭引爆 因為我們定調這些被彈 叫做航母殺手 打航母你不要想一發集成 可是你可以一發讓他失去作戰能力 就是莫斯科號的狀況 第一個你要打得準 第二個 打進去的時候 彈頭引爆是 打了瞬間不爆 塞進去的時候 穿進去 穿進去再爆 這東西就是說 你打到他的這個 不管是彈藥庫 然後他的指揮中心 乃至於打到他的航空母艦 這個所謂的上面的這個跑道 都有可能摧毀 就像打莫斯科號一樣 對 你只看莫斯科號上面就三個洞 不多 可是這三個洞都打到 一個打指揮艦 一個打彈藥庫 另外打什麼排水的那個閥門 那這三個不多 可是三個洞剛好讓莫斯科號失去動力 所以因為這些技術 讓我們的軍工產業非常非常強啊 這一期新週刊 他寫了台灣飛彈實力 絕對是全球的前三名 還有挪威的主權基金 以前他不會投資這種軍工產業 他說他居然買了兩支的台灣的軍工股 第一個我非常好奇 飛彈有那麼厲害嗎 台灣飛彈的能力是全球前三名 黃姐應該這樣說 太自吹自擂了吧 台灣的飛彈的製造能力來說的話 或許還目前還尚待提升 但是台灣在飛彈很多零組件的實力 絕對可以排到全世界前三 這是沒有問題的 假的 為什麼我們上次不是有雄山 誤射到這個漁船嗎 那經過那個事件 你知道很多世界上的國家 都來跟台灣說 你這個雄山飛彈可以賣給我嗎 但是我們雄山目前怎樣 產能不足 我們自己用都不夠 所以根本沒辦法賣給人家 所以不是我們不要賣 是我們沒有產能可以賣給人家 好了 台灣在某些領域是很厲害 譬如說這一次 這個金州山報導了 他這個挪威主權基金 他買了兩檔的軍工股 一檔是台灣的漢翔 另外一檔是台灣的全訓 那全訓是做什麼呢 我們要飛彈射出去之後 他要抓這個訊號 他要抓 因為你這個GPS的訊號 你要怎麼發射出去 他上面有一個叫做功率放大器 結果在發射的過程裡面 我把裡面的訊號把它放大之後 讓別人接收得到 那個功率放大器 軍用規格的這個功率放大器 台灣是全訓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公司 全世界最好的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雄山飛彈 能夠打得那麼準 其實跟這個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另外當然漢翔 漢翔的話目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飛彈打出去 我要跟GPS 我要跟其他的聯絡 對 那個功率放大器 就是一個聯絡窗口嗎 對 聯絡窗口 我們就需要這個東西 那你說台灣的飛彈 或許真的不錯 但是在台灣在 可能在飛彈裡面的引擎 或是在陀螺儀這些部分 我們需要美國幫忙 也就是說光憑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或許沒辦法登上前山 但是只要美國願意把那些 捆龍鎖重要的部分 給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飛彈實力 絕對是可以扶搖直上 這是沒有問題的 難怪當時美國提供給台灣 這個時候我在軍備上面 我們捆龍鎖打開吧 給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固態燃料 固態燃料 另外就是高精密的陀螺儀 對 我們只要把這些補上之後 就沒有問題了 那現在 因為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可能軍工產業裡面來說的話 比較缺乏民間 但是現在我們的國防部 把很多東西都讓民間去做 包括說讓漢翔 開始去做F16V的升級 然後F16V相關的這個組 這個所謂維修都交給漢翔 所以他為什麼會買漢翔 因為漢翔未來不是只有台灣 未來所有全世界的F16的維修 可能都會來台灣來做 那所以他為什麼會買漢翔的原因 另外就是我們現在海軍的製艦 包括說前一陣子 我們的駝翔艦製艦之後 越來越多的駝翔艦會開始 這個自己國內量 自己做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海下的無人的 這個潛艦匯龍計畫 也要開始在實施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光憑台灣或許沒辦法 但是這些我必須講 都有很多來自美國的科技 最近不是還有一個傳言嗎 我們的國艦國造的潛艇部分 英國準備要批准一些 紅區的設備端給我們 所以我們不是 我們有相關的製造能力 我們當然可以 因為包括台灣 我們知道 飛彈裡面需要什麼 我們台灣需要那些所謂合金 台灣能做 台灣有包括熔鋼啦 或是金鋼 我們可以做這些合金 還有中鋼 我們絕對可以做這些合金 另外燃料我們或許沒辦法 美國給我們固態燃料 引擎很多零組件 我們可以自己做 飛彈裡面需要的就是 不外乎就是精準的製導能力 或是陀螺儀這些 台灣都可以自己做 台灣的安息製造能力 是世界數一數的 所以才說台灣的 這個飛彈的實力 絕對有資格 變成全世界的前幾名 只是現在在很多 關鍵的部分來說的話 可能上代美國那些 那些精密的技術 幫我們拼上最後的這個拼圖 所以有難怪說 其實台灣難怪說 我們今天各種武器的自治率裡面 最厲害就是飛彈了 對 那不只飛彈 包括說台灣在彈藥 很多方面來說 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 所以為什麼 我們台灣的這個軍火工業 才剛剛要起步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國防部 或是我們這個相關的軍方 會未來釋放給更多民間的力量 去做軍火 那這樣的話 或許我們台灣的軍火 自治率會越快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他們官方也沒辦法做 目前為止 你去問美國 洛克希德馬丁 諾斯洛普那些 他都說我們現在訂單全滿 所以 現在台灣只能夠靠自己的能力 靠我們國內的這個民間的軍工的這個企業 能夠盡快的生產台灣未來需要的武器 好 正好 剛剛講的 因為戰爭的關係 全世界可以說什麼 很多都百業蕭條 可有一個 真真日上等於說非常好 軍工股 美國軍工股大漲 日本軍工股也大漲 現在這些等於說 特別是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 大家又把最好的武器又都壓上去了 對 台灣的飛彈 坦白講 應該是少數台灣軍工產業可以全自治的武器 這是非常非常少見 你看喔 我們台灣現在拼國機國造 拼國艦國造 坦克是百分之百要跟對方買 然後呢 如果是潛水艇的話 現在做 剛剛要下水 做不做出來 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我們飛彈百分之百 國產而且自治 這是很難得 我們從天空一天空二天空三 熊一熊二熊三 天艦一天艦二 全部都是自己製造 而且呢我們自己製造過程中 有艦載的 有陸基的 有車載的 甚至 戰鬥機上面放的 全部都可以擺嘛 甚至包含萬箭彈 也是我們自己製造 對 我們自己做萬箭彈 對 所以全部幾乎台灣都可以獨立製造 我們基本的巡標器是美國給台灣的 然後呢我們的圖資資訊 是跟美國就做連通的 所以戰斧飛彈做得到 我們都做得到 未來我們還有一個叫做熊身 或雲峰飛彈可以打2000公里 2000公里打北京 整個中國大陸都在我們的難過範圍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跟美國買了愛國者飛彈 對不對 中低空的防禦 可是我們一直學高空防禦對不對 兩個學校 要嘛跟美國買薩德 要嘛自己做對不對 我們沒有買薩德 我們自己做天空三型高空反艦飛彈 高空的反彈道飛彈 就是台版薩德嘛 裡面最核心的技術是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20公里到30公里 就是中低空的防禦 可是呢一到80公里到100公里 到大氣層邊緣 到大氣層邊緣的時候呢 那邊會有宇宙射線 裡面所有電子元件都會失效 關鍵技術後來跟老美溝通完 老美給我們 老美給完我們後 我們有這個技術 對 因為它涉及到太空元件的部分 因為材料的部分 對 因為一過了那個大氣層 就有宇宙射線還有太陽歷史等等的 所以都會干擾 那個干擾非常非常強 所以這邊我們一過 我們台版薩德 高空空從20公里 增加到100公里嘛 那天空二比地對地的飛彈 天艦二型的防空飛彈 天艦二型的防空飛彈 我們現在就要裝在我們的軍艦上面 對我們軍艦來說 這叫如虎牽翼 過去用什麼海蟲樹 海蟲樹飛彈那是什麼 躺著機槍有沒有 然後他仰角還不可以打後面 然後他要目射 射程我如果沒記住 是6公里還8公里 你看得到才打得到 還不可以夜市 你現在有天艦二型的時候 不好意思 他的速度 初速度是4馬赫 所有有概念的戰鬥機 大概1.5馬赫到2馬赫 其實算很快嘛 可是你被咬到 你根本跑不掉 你怎麼旋轉脫零 你都跑不掉嘛 所以我剛才講這一系列 為什麼要把台灣打造成赤衛島 為什麼外國評價台灣軍事實力強不強 是一回事 可是台灣飛彈的密度 跟飛彈的強度 絕對是世界明天前茅 就是其實我們早就已經有意思的 把我們最擅長的是什麼 我們自動化控制 我們的晶片 我們的材料力學 全部灌注在飛彈上面 這個東西是台灣的戰略優勢嘛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台灣的飛彈 我們未來在軍工廠要起飛 這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量產 現在我們的飛彈 每一個都Double Double 再Double 而且是無止計無機會 就是你的產量有多大 我就開多少 因為這熱物戰爭嚇死了嘛 一定要打6000發飛彈 我們一個年做100多發飛彈 這搞不定嘛 所以未來 所以現在大量生產嗎 當然大量生產 美國也在大量生產 我們這些討論過 美國也發現說 原來現在戰爭 如果進入到無限戰爭 那個飛彈跟我們想像的那個 論舉根本不一樣嘛 所以台灣未來的軍工產業 絕對會很發達 對你說 其實台灣跟美國最神秘的這一塊 其實就這一塊 就是台灣跟美國合作發展武器嗎 對 因為你知道美國自己來講的話 現在在俄物戰爭上面 已經這個提供彈藥已經不足了 那至少亞洲國家來講的話 像日本韓國還有台灣 能夠自己生產就自己生產 像中科院的包含行政法的話 還有很多的相關技術東西 做一些調整之後 美國信任你的之後 給你的相關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中科院全線全開 16線全部開嘛 去年來講的話 我們生產800枚的這樣飛彈 今年來講的話 應該可以突破1000枚左右 那可能高峰點是在2024年 高峰過之後 可能是每年固定的生產那個量 那為什麼要填補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要對付的是 全世界最難產的國家 就中共嘛 上一次台灣也秀過熊山飛彈 打過漁船給全世界看 對 竟然那麼準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台灣發展這個飛彈呢 事實上有目共睹的 而且投資這個軍工產業來講的話 一定賺錢 台灣的預算 還有相關國分預算 一定會投入到這一塊 那美國一定會在這裡 我們講說 建制所謂的彈藥庫 不是只有美國生產而已 還有台灣這邊的生產 也會在這個區域彈藥庫 你說那個彈藥庫 也放台灣生產的喔 是 而且不僅只是台灣在用 可能是包含周邊國家 韓國 日本 都有可能會用得到 那所以就是一個區域資源計畫 否則來講的話 你看那個俄武戰爭來講的話 大家飛彈都打不夠了嘛 現在俄羅斯最欠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欠飛彈嘛 所以它會跟中國要 烏克蘭也是一樣 烏克蘭還好是背後有強大的北約 這些國家相互幫忙 但是連這樣的幫忙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缺貨嘛 所以對台灣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的話 怎麼去讓自己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可以每年固定的生產大量的飛彈 但是這個飛彈 不用像什麼中國那種東風飛彈 打那麼遠 或是怎麼之類的 也不需要去核彈頭 我只要能夠在800公里到1000公里左右 能夠摧毀它的一個 所謂的基地來講的話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所以我只要打到對岸 只要講只要進行源頭打擊 那就夠了 是 而且要精準 最主要精準 所以我們知道 是我們的準嗎 對 美國現在為什麼要賣我們四台的MQ9 那MQ9來了之後呢 精準度還有包含什麼 就是美國為什麼 我們其實已經早就有P3C等等是相關的 還有很多的衛星 他美國會開放給我們來使用 所以精準度來講的話 在背後美國的幫忙其實是如虎添翼 再加上我們中科院自己的這個能力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台灣來講的話 可以建構一個全世界 除了以色列之外 台灣綿密的這個防空系統 以及甚至有攻擊能力的一個系統 好 董事長 哲論司機今天去了巴赫木特 現在講的 現在當你習近平講說 我們要共同面對百年的這個變局 然後呢 美國又把這個對立升高 哲論司機又跑到前線 難道整個烏克蘭烏東的大戰要開始了嗎 我覺得戰爭一直沒有停止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有力的 現在攻擊方已經是北約了 我們一直認為說 說這俄烏戰爭是俄方要發動一個 東濟攻勢然後春濟攻勢 搞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出來 是北約要發動攻擊 所以這個其實 習近平跑到俄羅斯去 是拉偏架 他故意把這個事情冷卻下來 當時他希望是立即停火 立即停火 可是美方要求或是 不能停火 北約要求說全部撤退 要全部撤退 包括克里米亞撤退 這不可能的嘛 這兩個叫價完全那個天差地 兩個要求不一樣 所以現在北約會發動一次新的攻擊 我覺得等到所有的坦克 所有的坦克 包括空中的優勢都完成以後 北約會有一次新的攻擊 那這個攻擊的範圍 會變成烏東烏南同時攻擊 所以烏東烏南同時攻擊的話 那為什麼你看到那個誰 那個普丁去跑去看馬力波 對 看馬力波是有道理的 因為馬力波就是下面一個重要的攻擊目標 因為他如果把馬力波拿下來的話 對 才有可能攻擊這個 烏南烏東 對 黑海 黑海 烏南 還有克里米亞 整個戰場會改變 你知道嗎 整個戰場會改變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 北約的戰爭的這個主要標的物 是在烏南 因為烏南是這個俄羅斯的軟熱 它的重心如果放在烏南的話 很有可能就可以在烏南取得很大的勝利 所以說這個冬季攻勢 所以說 或是現在要新發動的攻勢 其實是有利於西方的 難怪北約的那個秘書長講說 你要多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而且最好的資源要給烏克蘭了 對 所以這個已經沒有問題了 這個已經沒有問題了 這個問題已經說 所以北約 所以你看到這個習近平在罵的時候 也提到北約也跑來參與了亞太的軍事任務 這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嗎 亞太跟北約什麼關係 所以現在這個戰爭的範圍 已經全面性的擴大 範圍的標的物也擴大 對象也改變了 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俄羅斯戰爭 已經不是我們談的烏東烏南 或是克里米亞 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它一定會拼個你死我活出來 一定要打出一個結果出來 美軍或波蘭已經幫這個烏克蘭在改造 米格二十九飛機在改造 它已經可以掛上它美軍的這個AIM的 這種所謂的這種地對空 或是不是 空對地的這個遠程 可以達到一兩百公里的射擊距離的這種飛彈了 所以如果說現在米格飛機能夠掛上美軍的炸 這個飛彈的話 那無形中可以讓這個 所以讓這個烏克蘭的空憂 得到相當程度的寶藏 那這個後果不堪設想